女人最窩心 今天我想分享的窩心故事就是我兒子 我兒子三年前已經去了澳洲讀書 這段時間其實她由一個中學生要住宿舍有人照顧她飲食 到現在她已經是自己和同學兩個同學租一間屋大家自己照顧自己 那我就覺得她已經是越來越獨立 應該有自己的朋友可能和父母會不會是疏離很多的呢 過往三年其實我也很努力做一件事的就是 我會在差不多生日之前打電話給她 我說Andy 媽媽快要生日了 有沒有表示呀 但她通常都說生日連年都有 有甚麼特別的呢 那不就是男生就是這樣 所以兩年其實我任何東西都沒有收到 但我就不放棄 今年呢 我照樣都在我生日前給了她電話 那我就說 Andy 媽媽生日呀 多少號生日呀 有沒有表示呀 那她說 有甚麼表示呢 都是這樣呀 生日 連年都有 每個人都有的啦 那我打算 打定輸數了 都不會有禮物的啦 那但是呢 真是有一個驚喜 在我生日之前的幾天 我收到一封信 原來裡面是一張很漂亮很漂亮 很清雅的一張卡 裡面呢 寫了幾隻字的而已 就是說 我愛你媽媽 那但是因為她是醫科二年級的學生呢 她的愛呢 其實是畫了一個真的解剖的心給我 令到我覺得好可愛 亦都好窩心 非常之多謝你Andy